何幸福打何幸运的那一巴掌真的让人解气 何幸运开始遭遇昏闹 观众可能还对他有着些许的同情 但是随着剧情的进展 不得感叹何幸运这个遭遇是他自作孽 当何幸运被何幸福从悲惨闹婚的境遇中解救出来以后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去寻找他的手机 然后看看自己男朋友的反应 不断哀求男友说说话 希望男朋友多多关心自己 最讽刺的就在这里 何幸运学法律的高材生 碰见几个无赖 束手无策 这无疑让人疑惑 她作为一个本科律法专业的女大学生 大学四年到底学习了什么 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没有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也没有当即取证保存 可见她的专业技能是非常不到位了 同时 作为一位即将毕业找工作的应届生 她的心中没有公平和正义 在姐姐据理力争 不断为她讨回公道的时候 她却一言不发 自己在家里自怨自艾 一天洗三便早 甚至最后只是留下一张纸条就离家出走了 在关律师的支持和幸福的取证下 终于把万传家告了 当万传家找韩律师表示可以给何幸运补偿 何幸运欣然地接受了万传家的十万块钱 有了钱的她第一时间给自己买了车 换上了高档的包包 还带上和幸福去略有小资情调的咖啡厅 在这里不难发现她是为如今这个身份 现在拥有的感到自豪的 甚至略带一点炫耀的 只要有钱 她就没有那么的悲伤了 甚至个人的底线也是可以放弃的 更不用说 后面她为了能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一份稳定的收入 完全不顾及职业操守 她一直在和幸福和母亲的呵护下成长 几乎没有吃过什么苦 毕业了也不好再问家里面的人要钱了 因为婚到她也失去男朋友帮她找工作的这个机会了 当时关涛善意表示自己的律所 不适合她这样一位年轻的小姑娘 她还觉得别人是不愿意帮助自己 她自己去了律所 哪怕明知道主任对自己并不怀好意 她还是接受了 面对韩律师的暧昧 无理的请求 她没有当即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而是用路因为自己换来一个实习律师工作的机会 一个人在自己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 都不能勇敢地保护自己 怎么可能指望她有职业精神呢 可以说 若是好处到位 和幸运是可以接受和解的 当她的工作和物质基础通过和解 得到了质的飞跃后 她并没有感到心酸和痛苦 反而很享受 因此 当万传家要求她 帮处理好传美的事情的时候 她的第一时间就是破财消灾 稀释宁人 她明知保密协议没有法律效力 可是还是欺瞒村里人的无知 然后让他们签字 用三十万让王秀玉出卖自己的一生 和幸运为了钱放弃了自己的底线 即便之前很看好她的关涛 也对她为了钱而不惜违背底线的做法 感到非常心凉